好 回到第四集給你晚報 最初這個影片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動靜示範的人 我還是覺得 是不是那些爛糕市民 很多爛糕市民 好像阿正那些 真是黑糕這個環保 於是在這裏 專程做到 你老母 原來是環保處運的供應商 和那些環保全體來示範 那你都屌你老母 是專業一點 老實說 老實說 我試過在這裏試吃 牛肉是臭的 臭的 兩位一樣 老實說 你去找吃的 老實說 他有個叉 他有個接訊位 他是接駁叉來的 你自己聰明 你不會找那裏發力 我不明白 但通常你叉都找這個位 你做接駁的設計也有問題 多想過 就算是 我立即想到 其實我拿著那把叉 好像那些不對勁 我不會用那裏用力 你一定要遷就 很麻煩 我想腳快爬 不知道要用死力 要用力 要用力 多麻煩 用太極力 會不會用膠出來 真的有化學的 但是 譬如我有幾間外賣 特別是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到 自從 疫情之後 什麼foodpanda 那些蛋起 很多餐廳 越來越開始用一些好些的 即是那些膠砂 膠刀 有些很久很濃的 很硬正 即是幾年 很鋸 是貴一些 是貴一些的 它是不是貴很多 我不知道 他說最貴的那些 可以貴兩本 但是你本身開了一元幾毫 是不是 我們小數 下場計 那些水店沒有貴 是啊 那就是 但是 你現在 老實說 我不會再跟你討論這些 因為我覺得這些一定會有 一定會的 我真是 譬如有沒有剪到 即連匹飯 匹粥 都匹不到那些 那一個我告訴你 你先說 你發給我的條件 我不用 因為它太散了 我免得 好笑 喂 我覺得 如果你不特別說 你覺得那條件 是專門撥不到的 是吧 是吧 你怎麼撥不到 你給我撥 多一分鐘才 不過我會反 就算你說那塊很硬 不會 那塊有多硬 石頭來 不會 就算你說它真的生光精 放下去硬了 我覺得它這條人 可能是無間道理 但是 我不是在說這些 我是在說 如果你有環保處 或者你那塊 或者你那些 供應商 你有沒有是 拍下胸口就上 喂 你做示範之前 你也試一下那些東西 我最認真 本人商今早他解釋 當然有沒有是 因為那些叉 放在貨桑放得久 多餘餘 脆了 你還以為它多久 以為是四十年 四百年 放了四個月 四個月就會這樣 喂 老實說 我們一間快餐店 一間餐廳你做過就知道 有時候叫東西 一進再進 很久 給了兩箱叉來 一箱不是很大 那麽大 好想多了 那裏 那裏有幾間期 屌你 喂 老實說 我現在最想救病的就是 那你這些 現在這些所謂 可以再分解 或者再用的器皿 是不是真的會再用呢 是不是真的會回收呢 還是又是堆填區呢 是堆填區 是堆填區 如果你說那麽多 一百 我告訴大家 喂 中樓 今天樓 我不知道堅定樓 我看報道 又說 垃圾經費的指定 交代商 政府支持 暫時不用再做 不用再做了 這兩個月 就夠了 這兩個月 那你那個 什麼 先試那個 就好像這個禮拜完 是啊 然後 八月開波 他可能 他說 就是 因為這兩個月 這兩個月最少停了 先 OK 希望是 我猜到 我猜到 都延了 你那些綠色膠袋 都延了 都這麼多 喂 你給我 連這一個 因為現在這個真是大對抗 撤回啦 喂 現在這個就真是好像 美國 那些左翼人士 其實不是左翼人士 那些共產黨 那些 就是耶魯大學 那些 喂 跟那些美國 平民大眾一樣 我現在分成兩派 喂 我說那麽多 我直接認為 這個 走數都要撤 一定要撤 走數都要撤 不要說垃圾經費 即是你想一下 他連剛才那個記招 你想一下 這樣想 挽回大家的信心 結果你可以這樣 譬如你減快的牛扒 都減快沒有跟 不是 不是 還有呢 你真的要試一下 你說這幫人 現在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現在都不要說這個 原則上是怎樣 是你這幫人這樣做事 你這樣做事 我怎會有信心 你去推出那些政策 但這幫人很高人工的 喂 我先不要說人工 你這些高分低能 我都說屌你有沒有 臭氣 這些含家產 包括以前林鄭月娥 他吹打 說真的 公道的說 四五萬元他值的 他這樣狠勁 又懂英文 又去吵你有沒有 他在臉上 他在臉上 他在頸上瘦 我請那些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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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管那些伙計 是OK的 我四五萬元 他不肯是做特首 是很高人工的 說真的 你很簡單 喂 你真是怎麼說得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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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就是為我做直播 喂 喂 然後那些飯是否硬 爬鬆去 之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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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我賣街誰我認識了 你是混蛋來的嗎 結果我都說 我一開始以為 當然是那些黑咎 那些政策的人 在那邊搞一陣 即是網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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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群傻子 都拍了照片 還你老母親到嗎 你老母親到嗎 妖民到極 妖民到極 好了 槍王被人抓了 沒什麼特別好說的 這傢伙呢 從來也都做過 叫什麼名字 啊 啊 啊 何萬強 真是慘啊 他也都做過 電影道具公司 我想其實他是犯法的 個人愛好發燒友 來的 我沒什麼特別的事情想說 最奇怪的是 你警方說 暫時沒有證據 相信不涉及反修例事件活動 叫你老美 是 你還想說反修例 24年了 反修例 那個2019年的運動 大概五年 首先那五年前 有沒有這樣的槍 有沒有這樣的槍枝 那些東西出現過 啊 警察 你起碼有 你起碼有人 你有沒有開過槍啊 等等 你才會說這件事 叫你老母 反修例運動有這些 你不肯是這樣的啦 就是 你說反修例 關什麼事啊 你說暫時不覺得他 看完他的背景 都不覺得他 有任何激烈的行為 或非法活動 那我們會繼續調查 那你拉舊他 不是拉舊他 是告他非法床 什麼 你問問你 你無端的說什麼反修例 關什麼事呢 是 不要這樣 過去的東西放下 是否有些人沒有料到 所以永遠提出這些倉巴 所謂這個社會的倉巴 於是乎呢 令到我們的管理者 可以更加有 更加有說服力的 讓這幫人去管香港 這幫人老實講 用了一兩年了 大家看就知道了 剛才我網友講得最對 就是因為太多香港人 用腳投票移民去 對嘛 你怎麼搞啊 怎麼搞啊 怎麼高薪值啊 怎麼珍惜消費啊 連土薪土長最愛香港那幫人 都對你投意不信任何一票 然後你覺得可以吸引 另外一些不是香港為家的 不是香港為家的來會 什麼呢 求賺錢啊 或者覺得這個地方 比某個地方好 那香港比很多地方好的 什麼心機愛啊 屌殺衣椅啊 博山秘笈啊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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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不是FIT IN我們香港 不是我們香港需要的人 來的嘛 就是大家很現實這樣說 好了 網傳大庫的投資方案 我們把照片放上去看看 我覺得這個投資方案 不會有第三個 不會有第三個可能性 是只有兩個可能性的 一個是假的 直接是假的 是FIT的 一個呢 就擺明是雞鵬了 就是鵬得很重要 你看這個投資方案 公司評估值兩億 這個評估值是什麼平民 沒有跟頭 沒有跟尾 一張試過 準備釋放50%股權 OK 那這個雜資多少 50%是一億咯 董事席位 你給1500萬 你可以做董事 給500萬 可以做一個 獲得委派為一個 associated director OK 那如果100萬呢 就可以 委派一名助理董事 OK assistant director 好了 另外呢 你們呢 因為引進了 他呢 其實全面 我跟大家說 有層體字 全面是用正體字的 全部 突然間 公司股東 突然間 有個簡體字 搞得改 漏了 就引進客戶 這個進子也是 銷售激勵機制 15%收入提成 OK 就是你帶個客人來 當然你帶個客人來 營業收入 他那晚做了1萬5元 還沒有 做了1萬5元 還沒有1千5元 每投資 1千5萬公司協助辦理 一人申辦 一人申辦 一個香港居民身份證 現在正在裝修 好了 公司預計盈利 那是 今年 七十幾萬 我不知道怎麼算出來 可能今年開到工 2025年 就四百幾萬 四千幾萬 然後是2025年 一億四千幾萬 兩個2025萬 兩個2025萬 兩個2025 六次 你打漏了 投資週期 12至15個月 其實呢 回本週期 其實都不適合 分紅制度 每年都回到 還要上市 原來上市就是2028 2029 大富豪上市 我屌你 中間還有一段 就是 當年 展彩的人 當年展彩的人 是甚麼中聯辦 不懂得這樣 就是 老實說 當年展彩的人 放炸彈 我跟大家說 他只能夠是假的 這份東西 是人們不整股股去的 或者是雞鵬 我覺得沒有人這麼有空 會整股股去的 那這些就是鵬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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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200年 計劃上市 首先你沒有頭沒有味道 你現在想 有人 租了那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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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很多媒體去 登廣告 沒有 沒有 沒開始裝修 預計會裝修 哇 現在在裝修 但我不覺得他 就開始了裝修 不知道他 在裝修在甚麼程度 就是 為了品 就是門口為了品 好了 你算了數 如果這樣 租一租 不用幾個 然後 他就催 說真的 我就希望他真的可以成功 但是我只是看它 你憑什麼覺得 你當然這份東西是很流的 2025、2025 其實那兩條數 它們已經在說盈利 是在說2億 那個回本周期 如果是這樣 都要兩年 又不是十幾個月 好了 你又要計 你又沒有 你說的營業額 又沒有預計 一個這麼簡單的一篇 說真的 你說如果 我這樣算一算 聽說我那裡 說百幾萬一個月 那時候我計過 你連同那些小姐 裝修 你老實說 你裝修現在是說 2億裝修 成億的 我當你簽5年約 一年都2千萬了裝修 一個月都百幾萬 我當是百五萬 當是百六萬 裝修而已 百六萬一個月 水電煤那些 我想怎樣也要花你幾條吧 一個月 不要說那麼多 三條 雜費 百五萬 那些小姐呢 那些 喂 又有股東分成 那你每個月的成本 喂 成本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怎麼計 可能都在說六七八萬 脾費 那你是不是要做千多萬 那你這樣算 千多萬也不是很難 幾十萬一天而已 你老媽 我不懂計 我做個夜總會 很粗 你試試做幾十萬 就給我看 現在 你老媽 喂 還有我都沒有計 那些什麼 冰啊 喂 很多嘛 那些小狗 小狗仔啊 樓面那些還沒計 幾十萬 一日 即一日最少要 不是 這樣就應該做到的 幾十萬 二十間房 最少做 不是 幾十萬就做到的 那你 但是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 我去澳門去東莞 真的沒有東莞 深圳的 或者去澳門 我需要不需要 無緣無故在外面坐桌 兩條人 需要七八千呢 我需要不需要呢 唉 不過這個是鵬來的 我就覺得絕對是鵬了 老實說 今時今日你要搞啊 我寧願回大陸搞 我被人掃 我都不是在香港搞 問心一句 是吧 好了 那當然啦 可能是有些人來整個估他們而已 有一個 這應該是第一節說的 有一個內地女子 在小紅豬帶到苦水 她說來香港一間食肆用餐 點了燒鵬拼盤 升州炒米 小炒王等等 七百元 當中呢 百飯十五一碗 令他大吃一叫 大吃驚 他說是我太窮還是我被宰呢 那他不是說要剋那間店的 那些人回答他了 不是香港真是這麼貴的 一碗飯 是吧 其實不貴了 那些二十元 那他說 那行了 明白了 總而言之呢 不是被人騙就行了 那我也明白的 他就笑而言 他說呢 自己可以忍受的價錢 預約了 但最不滿是員工服務差 這些小紅豬有人說的 我想他們的服務差 我覺得香港的服務又未至於 可能我們習慣了 他吵咬你那些 或者什麼日品到上面 可能 可能就沒有他們大陸這麼欣勤 這麼好笑容而已 那你沒辦法 可能你一個人看六張桌 香港話一邊聽 大陸可能吵了幾個人看這一張桌 那你就沒辦法 好了 他說他身為社會主義 接班人在你那裡 慘租資本主義 你講笑就行 因為 我不見得你是什麼社會主義 就是笑死人 就算是 都是新時代習近平特色的社會主義 變香港的資本主義都不像 都不是啦 好了 那價錢正常的 那價錢正常就行 但很多網民就說 喂 我們香港人都想在香港賺錢 大陸在大陸使用 你在大陸賺錢來香港使用 是嗎 不是吧 那麼好 反而呢 其實呢 他這一間東西 我看他 我不會出了所有想 我覺得是有點貴的 為什麼呢 他吃過什麼呢 拼盤 388元 消美拼盤 因為這間是茶餐廳 很明顯 菠蘿油23元 其實有點貴 不過現在我們習慣了 他喝了奶茶 喝了奶茶 其實小茶餐廳也有點貴 很多是98元 我覺得是有點貴的 其實就算你用茶餐廳 各位網友 你不要跟我說A1那些 一般街頭巷尾那些麵包店 街坊檔自己做的那些 菠蘿包多錢 誰呢 我猜 10元左右 不用10元吧 我想 7、8元吧 應該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還在地辦 拼盤市餐廳的時候 還有2、3元 菠蘿包 那你10年而已 不是啊 你10年而已 不是啊 那你沒有起到這麼誇張 有啊 12元 不是 你講一般啊 是啊 真的7至10的 哇 十二都會有 十二都會有 五、六元也有 但是很少 哇 真的很貴 是啊 雞尾包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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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七、八元 六元也有 現在十元 真的很貴 深水埗四元 哪有啊 我真的要試一下 四元 四元就真的便宜了 那我們看看照片 我們看看拼盤 只是 二成一元 那你講 不是講很久以前了 那時候 不是啊 是一元幾毫啊 真的 如果我說年輕人一毫也很毫 但是你說 你說幾元 五元以下 我們吃了很多年的 是吃了十幾十年 那這個燒鵝的拼盤 其實是有點貴的 如果是388元 看看 海捷 雞尾 燒鵝 五樣 燒鵝 有些貴的 我覺得 燒肉 你說是否很貴 它又不是 你一 喂 有些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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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元這個東西 就叫喫喫喪喪喪 有些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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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 你身上無負貴的